因為狗狗很常跟我說 她很怕她看不到我穿婚紗的樣子 然後我想說藉由這次的主題 可以就是穿一次婚紗給狗狗看 然後也可以圓猛 就是我自己也想要看看 我穿婚紗是什麼樣子 然後所以我今天帶來徐若瑄的《巴狼耶》 重點是看到成果的人立刻就哭了 就是姑姑 姑姑哭了 姑姑看到她穿拉開的那扇門 彷彿她是她新郎就哭了 真的假的 其實那時候我在那個簾子裡面 我不知道姑姑哭了 我就拉開簾子 然後我就 然後就看到姑姑在哭 然後我就想要去安慰她 她就說 她覺得我第一次穿婚紗她很感動 就驚訝說 哇 原來我可以那麼漂亮 因為她包括我 妳就愛照顧妳自己 我知道妳不敢問妳開 妳說人生不願望 哪有趣味沒好伴 都是趣味 今天在抗軍的唱 妳聽說的事我都知道 君是白朗的 電話不會拍一切 過雲我是在的 是妳的寶貝 臉仔知道我跟妳的唱 我聽妳的聲音 讓妳知道 君是白朗的 妳感到會拍一切 過雲我是妳的 是妳的寶貝 臉仔知道我跟妳的唱 妳的寶貝 我聽妳的聲音 讓妳知道 君是白朗的 妳感到會拍一切 我願望是妳的 是妳的 妳的寶貝 我們在寶貝 妳的寶貝 給妳的寶貝 貝 妳的寶貝 妳的寶貝 一開始主歌的地方音準差一點點 然後 但你後面的地方 有一些地方高音 你轉假音了 他原唱是沒有轉假音的 你的假音其實不錯 你那個轉換 轉換得很漂亮 但如果你可以練一練 那個地方如果可以用真音的話 也許層次就會更鮮明一點 但整體來講我也覺得蠻好的 接著有請阿德老師講評 子萱 我覺得今天這個歌呢 真的很難得看到一個這麼小的年紀 可以在一首歌裡面說故事 真的說得非常好 大家可以靜下來聽你的故事